老闆 来一只烧鸡吗 多少钱吃啊 六十八一只 过来半只吧 一只我也吃不完 嘿嘿 我打个牙剂 好 老闆 烧鸡我不要了 不好意思啊 对哦 不要早说了 鸡都砍好了 这样叫我怎么卖吧 诶 文哥 你怎么在吃馒头啊 咱们两块鸡腿看看 不来 这东西它有你啊 我只有习惯 你是公司员啊 公司最高 怎么还这么深啊 年纪大了 痴情的对吧 这身体好 嘿嘿嘿嘿 无法解脱 为什么 先得好好考虑下自己 点一个在混的外卖 多点一点 得失的过程 如此冷 不点了吧 今晚找个人加班三个小时 加班费 15块钱一个小时 他们都有事 有的去陪女朋友的去逛街 要不然就是去睡女朋友 或者是打游戏 谁让你找那些90后00后了 找郑云呀 他们这些中研员工 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 怕生病 怕家人生病 怕被公司辞退 别说15块一个小时 10块一个小时 他也在干 他没得选 暗暗暗 这事 别单独给郑云说 你跟大家一起说 免得上方自尊心 好 老板说今天加班三个小时 每个小时15块钱 加班还玩一起呀 三个小时45块钱 连我这么着急都买不到 风团不俊呐 还老杠 一片小小正式的天空 不要再有飘零的失落 为什么 经过多年以后 所有的爱与恨 不能单薄 为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